接下来咱们讲一个东西叫对象 今天讲完这个咱们下课 对象就是咱们今天主要的试试点 这个对象不要误会 你们心中想这个对象有点出入 由于咱们之前有过一些了解 我直接讲了 对象这个东西是一种基础的变量类型 对象这个东西是一种基础的变量类型 它和这个数组和这个方式 它们都属于这个引用值 引用值它有一个引用值的复值的形式 和这个原始值是不同的 那个区别咱就不讲了 这个对象咱们先这样 用咱们以学的知识点描述一下咱们心中的对象 描述一下咱们心目中的对象 比如说描述一下你们敬爱的邓哥 Mr.邓对吧 描述一下吧 这个对象咱说了 生活中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抽象成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可以有属性可以有方法 这个方法致力于改变它的属性 其实或者说互相更改也都可以 比如说一个桌子 桌子如果看着一个对象的话 这个桌子有属性的它的方法 它的属性可能有四个腿 有长光灶可能有颜色 对吧 它的方法可能说可以承载一些东西 可以受众 可以灯高什么的 对吧 把这个灯管 把这个灯看成一个对象的话 比如说把它看成一个对象的话 它可以集中为一些属性和方法的一个集合 比如说一个它的长和宽 比如说一个半径 比如说周长什么的 对吧 这投入它的一个属性 比如说它可以发亮 这是一个方法 对吧 有一个方法控制的 开关 开了之后发亮 关了之后它就灭了 对吧 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人也是一样 人也可以抽象成 就是可以把很多公有的一些 有联系的属性 抽象成一个对象 可以当做人一样去表达 或者说反着来说 如果拿着一个人来当做对象的话 这个对象应该有什么属性 什么方法 对吧 就是拿老邓来说 它是一个对象的话 假如说它是一个对象的话 它有些属性 比如说name 对吧 name属性 name属性呢 可能说Mr.邓 对吧 Mr.邓 我感觉写着有点别扭的 应该Mr.这么写对吧 Mr.邓 比如说age对吧 age说40岁 其实没到40 没到40 50多就是 不对 写30啊 你看邓个像多大岁数 他不在这 我没录音 我说没像啊 他肯定给你好数了 丑上30岁吗 像30吗 你看我像多大 27 27吧 老了 凭什么他像30 我像27吧 我俩长相差三岁吧 我第一次见面 是我想管叫邓叔来的 我都 差三岁吧 哎 行了不说啥了 太伤心了 哎 你看我昨天穿那个红大衣了吧 为什么穿红的知道吗 本命年 本命年穿红的知道吗 对吧 对吧 我明天24 真的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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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的红黑纸是为了帅啊 不像吗 我说24名信吗 不信 我一出门人都说我大几了对吧 我大几了 我说大姨对吧 我看着年龄 其实应该 你哪这么会捞壳呢 行了 讲课啊 扯淡了啊 精神精神 我确实年龄不大 确实不大 确实不大啊 你们记住确实不大也行了啊 咋用你27 25 26 25 26 27 那老邓绝对不是30啊 你记住老邓绝对不是30啊 我要27他就得40 我跟你说 对吧 看这吧 他孩子都这么高了 他都一堆媳妇了 你说正常30岁能办到这么多事吗 是吗 女同学不算 男同学那看男的 看男的 那不能啊 那不生不了吗 不是 结不了吗 你们满22多岁了吗 不能 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同学 来来来讲课讲 行了 写些属性写些方法啊 不扯断了啊 比如说一些方法 你这个有方法叫smoke 原来抽烟抽特别甚 对吧 这是他的一个方法 方法之前咱举个例子 咱看过吗 这个方法 来 现在看一下吧 上面这东西啊 就叫对象的一个属性 属性符合属性名 加属性值这个写法 中间拿冒号来连接 属性值可以以各种形式的这个变量 都可以啊 属性名就这么来写就可以了 然后呢 属性值之间可以添各种类型的数据 然后呢属性值有的时候可以是方法 如果是属性值是一个函数的话 咱们管这样的属性叫做方法 或者叫函数也可以 你怎么叫都行 反正知道是这个东西就行啊 叫方法 对象上面有方法 正常的咱们管的叫函数啊 然后这个smoke smoke里面比如说打印 打印这个东西叫I'm smoking 对吧 I'm smoking 加一个碳号 感大号酷 对吧 酷 小男孩抽烟一般就是酷啊 为了装帅嘛 对吧 耍帅啊 然后呢 然后啥 然后再来个什么其他方法 比如drink 对吧 烫头啊 邓哥现在还真不烫头 年轻人是不是烫 drinking drinking 邓哥酒量是真不咋地 我一个能喝倒的仨那种 一个能喝倒的仨 然后呢 比如说身体好什么的 咱不写了 这么着吧 咱加一个health值吧 加个health值吧 咱看一下 health health 咱会看视频 有看到这儿的吗 同学们 有看到这儿的吗 我给你们发现 视频上的预期 有看到这儿的吗 没有 没有啊 好非常坚决 那我慢点讲吧 这个health 咱们当做一个属性值 咱们不到个方法了 这个health是个属性值 是个健康值 当做什么什么事 他这个健康值就开始下降 health health就是100吧 是吧 当smoke的时候 是不是health值应该下降 health值 这个格式你们都懂吧 逗号可以开什么 懂吗 当这个smoke的时候 他的health下降 是不是他的health 请咱先BK扯那个 咱先看看这东西怎么调用吧 一会儿来说他的这事 现在这是一个Mr.Deng 然后现在咱们在浏览器里面 打开这个东西 然后呢 把它放过来 Mr.Deng.health 是不是这么来调用一个属性 对吧 这么来调用一个属性 给这个属性负值 是不是也这么来负值 对吧 能取能负的值 OK 那现在我想改变这个health值 怎么改变 在外部改变这个house值 是不是Mr.Deng.health 然后等于什么101什么的 对吧 那加加行不行 加加行吗 行还是不行 咱是不是得看得分解步骤 加加相当于啥 加加相当于自身加一 再付给自身吧 自身加一的过程 是不是得先拿自身的值 然后再付给自身的值 首先这个值就是可读可写吧 是不是读叫读取 写叫写入 对吧 写叫负值 对吧 读取可读取的 能读取的任何的值都可以加加 对吧 都可以加加 都可以加等于 对吧 都取得过什么 所以他加加是不是也可以 再看Mr.Deng.health 你别看他返回了100 这个100是每次函数执行完之后 这个控制台就会 接收他一个返回的数据 让你显示出来的 你下次再查看这数据 你得这么来查看 就变成101了 什么东西 控制台他会每一步都显示信息的 这一点你要理解 是不是在外部那么改 我要在内部 在这smoke这块 想调用Mr.Deng.smoke 抽完烟之后 它health值就下降 怎么办 在里面怎么写 谁的health减减 直接写health吗 你别看你在这个方法里头 你直接写health 他照样不认识 他是不是得加上第一人称 因为是对象里面的属性吧 他就得知道 谁的health减减 是Mr.Deng.health减减 对吧 那这块 每当喝酒的时候 这个health 可能加加对吧 有时候喝酒有益身体健康 你少喝点对吧 少喝点 保存 其实这个啤酒 有的时候还挺有用的 每天喝一杯啤酒的话 补充维生素B2 补充维生素B2 但你要喝多的话 那可能流失东西多了 对吧 刷新 刷新完之后 一杯一杯二两半吗 一杯二两半吗 对吧 国际通用 二两半杯 对吧 250 125毫升 对吧 125毫升 行了 我还是懂点通俗的说法 看Mr.Deng.smoke 调用这个方法 是不是这么来 咱先说不调用 这个Mr.Deng.smoke 点出来代表啥东西 代表这个函数的 引用 是不是代表这个函数体引用 对吧 咱只不过把这个函数引用 挂到那个对象的属性上了 对吧 所以它叫方法了 对吧 这是不是叫一个函数引用 那拿出这个函数引用 是不是执行能执行 执行的话 是不是执行了 叫I am smoking 是正常应该打印的 对吧 然后返回值 咱没设 肯定是安定范的 对吧 这块打印出 控制台打印出的东西 这种符号 是控制台打印出的返回值 你这个返回值 咱是不是没有返回值 你写return的话 它有 没写的话 是不是return安定范呢 所以打印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 咱不关注这个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叫house减减了 减减之后 咱再看Mr.Dung.house 是不是变99了 变99了吧 他就操作了嘛 然后drink一下呢 这回来Mr.Dung 在基础上drink一下 这里他喝回来了就 对吧 我清空一下 我不刷新清空 就clear console 因为后面我怕看不清 再Mr.Dung 叫啥 叫house吧 是不是变100了 再drink呢 再drink一下 drink两下 是不是一下变102了 对吧 102了吧 OK 这是一个方法的调用 就是整体的对象 这么来调用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块我给大家讲一个 新的小知识 这点你记住就行了 这个Mr.Dung 这个smoke方法 是不是Mr.Dung的 老邓的对吧 Mr.Dung说 我有一个抽烟的方法 然后他抽烟的方法里面 怎么做的执行体呢 说先打印一句话 叫我这个抽烟的 然后他第二句 说了一件什么事 他说老邓的身体健康 是不是简简 是不是成余这么说的 但你想啊 假如说你把他当做一个人的话 人是没有这么说话的 为啥说没有这么说话 你看老邓调用了一个方法 叫抽烟 抽烟完之后 他是这么说的 说邓虚名的健康 简简 有这么说话的吗 没有这么说话的吧 比如说 陈刚才给你们 讲述一个非常 有用的信息 我不会这么说 我不会说 基层很帅 对吧 我很帅 对吧 一般都代表 把第一人称 是不是得说出来 对吧 一般都这么说话 我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样 没有说自己称呼 自己名字的吧 对吧 你的名字 是不是自己用的是 最少的 对吧 所以这块啊 咱也不用这么来用 就像这块这么用 就好像什么是呢 美国在二战的时候 有个将军叫麦克阿瑟 听过吧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 对吧 五星上将 埃森豪威尔 麦克阿瑟嘛 朝鲜战争 就是他打失败 对吧 要没有他的话 没有中国今天的胜利 对吧 也很出名的一个人 拯救了中国 然后这个人呢 就特别了不起 他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拿网红来形容 他非常恰当 那个时代的网红 特别厉害 特别会宣传自己 营销自己 他出现的各种海报的封面 一律是非常帅的 雕一个那种 玉米糊的烟斗 特别帅那种 然后帽子什么 摆着pose什么 特别强 特别会吵自己 然后他说话的 他后来就变得非常浮华了 变得非常浮躁了 他说话就这么说 他说 一般出去宣讲的时候 他都这么说 自己是麦克阿瑟 他都这么跟你说 伟大的麦克阿瑟将军说过 什么什么什么 伟大的麦克阿瑟将军 今天来到这里 很是高兴 都这么说话 跟缺心耳的 对吧 那正常人不会那么说话的 正常人都是 我今天来到了这里 我怎么怎么样 对吧 心情非常激动 感谢老百姓们 什么什么 对吧 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咱正常人说话 一般都是代表一个 第一人称我 对吧 这里面也有一个第一人称 也有一个第一人称 叫做this this 所以你在一个人的方法里面 你放上this的话 其实这个this 指代的就是他 自己这叫第一人称 能懂得吗 这个this 它有很多种用法 咱放到之后再慢慢讲 现在你就记住 它是第一人称就可以了 能懂得吗 就在当切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第一人称 它还有很多其他用法 这样的话 你换成this 这个this指的是谁 就是Mr.Dung 对吧 就是他自己 因为在他自己里面写this 就是第一人称 我的意思 OK吧 保存刷新 再来试一下 Mr.Dung Dung Smoke 然后Mr.Dung Dung House 是不是就是就了 一样吗 是不是肯定是一样的 没问题 这是一个咱们后期处理的一个问题 行 这先记住 先这么着 对象放着 紧接着咱们讲一个东西的时候 咱要符合一个原则 就以后你探索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都要符合一个原则 先看操作 怎么操作它 再看怎么样构成的 任何一个东西的操作 离不开四步 增山改查 增山改查听过吧 数据库里面专业用法 对吧 其实这不是给数据库 来创造的四个词 那是给操作创造四个词 计算机里面通用操作 就是增山改查 对吧 第一点 属性的增加 咱现在研究对象 先研究属性的增加 怎么来增加呢 这假如说是一个对象 对吧 这是一个对象 现在这个对象 出生的时候 它包含了这么多个属性 四个属性 讲两个方法 我现在觉得它不完美 我想给它加几个 能加吗 是可以加的 来怎么加 Mr.邓 你想加啥 你直接在后面点啥就可以了 如果想加一个 Mr.邓点 点外 对 想一块去了 点外 点外 小刘 但你必须得写直 你要不写直的话 你不写直的话 这不成访问属性了吗 对吧 那些等于什么 等于小刘 尽管他原来没有这个属性 对吧 你一回车之后 再看Mr.邓 是不是就有了 是不是有个 外负小刘的一个属性 对吧 当然你展开之后 才会把那方法闪入来 是不是在这 什么什么的也有 这样小刘就生成了 就是增加方法 给一个对象 增加一些属性和方法 你就直接对象点啥东西就可以了 OK吧 对象点啥东西就可以了 再往后看 查看一个属性 查看一个属性 查看好查吗 刚才咱练的都是查看吧 Mr.邓个假上这种东西 是不是查看了 那查看咱不看了 不是啊 你这不也行吗 一样 Mr.邓点 Smoke Mr.邓点 什么什么 Sex 一样的 这个浏览器 这个控制台 就相当于下面 这个控制台 就相当于在 Square标签的最下面 去处理问题 但是在控制台上 写着不更方便 更直接吗 就是只为了更方便 更直接 来咱看这吧 Mr.邓点 Wife 行吧 咱换一个 小王二嫂 对吧 保存刷新 再看 这事我澄清一下 咱拿你灯哥 开玩笑 开玩笑 很多事都是假的 很多事都是假的 根本没有那么多媳妇 根本没有那么多 我们话就说到这了 剩你自己的意见 那有待你们自己探索了 反正他跟我的官方话语 就是跟你大嫂 千万别说这么多话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样也可以去讲 就是写到哪都一样的 千万别说 我写到控制台里面 所以控制台里 只是为了好看 好查看一些 而且今天我跟你讲 今天咱学完这之后 你会发现 有些信息 必须输出在控制台里面 一旦不输出在控制台里面 你根本连查看 它什么样子 都查看不出来 都是现在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现在我说 在这个consular log里面 Mr.Dung 是不是要输出这个对象 刷新输出的是这个样子的吧 至少能查看 它的一部分信息 对吧 来咱 document.write Mr.Dung 你看出来这啥玩意 这个东西有用吗 它出来这个东西吧 所以啊 Document.write 一 语法上 它也是不是做这种 信息的展示的 二 它继续做信息展示 它也是不完全的 根本就不用那东西吧 必须在控制台里面 OK 查看一个属性呢 就更简单了 Mr.Dung 点什么sex啊 这就male 对吧 male出来了 这是增加和 查看 咱看看修改 其实修改也很简单 Mr.Dung 点sex 比如现在 你邓哥有一天高兴了 对吧 换个性别玩 刮变成female了 对吧 female之后 保存刷新 改了吗 这属性 是不是就改了 对吧 后来又高兴了 再改回来 对吧 随心情变 对吧 再来 mail 然后再来 是不是就变mail了 对吧 这是可以改的 再改能不能改 也能改 它这都没有什么次数限制 什么的 什么sex什么的 改一个midwale 就办难不难的 知道吧 那medium中吗 中吗 对吧 就增删改 都可以 怎么操作都行 它比较简单 这个事 对吧 比较简单 拿个引用 直接去增 直接去改 直接去查 最后一个东西 叫删 删除 我们能删除 一个对象的属性吗 其实也是可以的 删除对象的属性 也是可以的 怎么来删呢 就是说删除这个属性 咱就不能光靠 这个对象点 什么东西删除了 必须得借助一个操作符 叫delete 这个操作符 叫delete操作符 delete操作符 空格后面 跟着这个对象的属性 你写哪个属性 它就把哪个属性 给删了 现在delete mr.dom.name 保存 那这个 老邓的name 看看 是不是在对象里面 就消失了 能查看信息 已经没了吧 写什么 能删除什么 就在这 咱们在这删了 再删除 delete mr.dom.sex 是不是也删了 删了之后 再看 mr.dom.sex 还有了吗 是不是没有了 这块注意一下 有一个小问题是 当一个变量 没经过声明 就使用的话 是不是会报错 当一个对象的属性 没有 你就访问的话 它会打印 安提犯的 咱现在是不是没有 sax属性了 或者说 你看mr.dom.dom.量 有abc属性 咱根本就没写了 但是他会返回 undefined 他不会报错 这点清楚啊 这点清楚讲的不会爆错啊 OK这是增山改叉 行了 咱知道了这个这个 知道了基本操作之后 咱们呢 你邓哥写个小例子啊 咱试一下这几步操作 还是你们邓哥 来一个老邓 对不起他了啊 这两个上三路箱 确实啊 那你邓哥举例子 我也很有激情啊 讲多少遍的不嫌腻啊 特别过瘾的感觉 老邓啊老邓 这回呢 举个真实的例子啊 你邓哥肯定是有wife的对吧 wife是小刘 然后呢 你们邓哥有个非常传奇的方法 叫divorce divorce怎么写 divorce divorce知道啥意思吗 不知道啊 你知道get married什么意思吗 结婚对吧 divorce知道什么意思吗 离婚 啊离婚 来 然后get married的对吧 get married 对吧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属性 叫prepare prepare wife 啊 小王 ok 啊 ok 老邓有方法啊 老邓有方法 我看啊 这样 这个wife一开始 是个空串 是空串 是没有的对吧 然后呢 有girlfriend girlfriend gf吧行吧 啊 gf gf呢 是小刘 当他每次结婚的时候呢 来看啊 咱看操作了啊 看操作 当他每次结婚的时候呢 他都会把什么 他都会把girlfriend 变成wife 把girlfriend friend里面的直取来 变到wife里面去 懂意思吗 当他每次离婚的时候呢 就会把wife这个清空 然后把preparewife 放到wife里面去 ok吧 ok吧 咱看一下啊 当他每次结婚的时候 好 这样过瘾的时刻啊 是不是用this 不能老邓说我 对吧 还不能管自己叫老邓 对吧 this this点啥 this点wife 等于啥 this点 gf 对吧 this点gf 对吧 然后是不是就完事了 啊 当他divorce的时候呢 divorce的时候 是不是得删除那个wife属性 咱再意思一下对吧 叫delete this点wife 是不是干掉了 干掉之后呢 让this点wife 等于 等于this点 一定得加this吧 是不是属性一定得加this 因为他是对象神圣的对吧 preparewife 预备了 是不是ok了 对吧 咱试一下啊 试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 还有方法呢 叫 叫换个女朋友怎么说 叫change吗 还是transfer 甚至啊 准吗 xchange是吧 行change吧 change gf 你都是高手 高手 哎 这块大家看一下 人家说举这个例子呢 change的时候 要change一个外部变量 change一个外部的数据的话 往里面去填的话 得借助一个东西叫什么 就参数吧 是不是借助一个东西 得传参传进来 所以这块我这块给大家讲的目的就是 这一块这个函数这个方法 它和函数是一样的 它可以有参数 也可以有反规值 什么都行 是吧 都是可以了 然后这块 像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 someone someone 然后呢 可以让this.gf 等于这个someone 哎 ok 行吧 咱试一下 先让老邓点get married 行吧 get married 是个方法对吧 方法吗 get married ok 然后再看老邓点wife 是不是有人了 对吧 然后呢 你邓哥不老实 对吧 不老实 发挥出男性本色 然后呢 怎么着 diverse 对吧 diverse diverse diverse之后再看wife 咱们不应该这样 diverse之后应该再get married 对吧 diverse之后 因为这是两个环节 不能说离婚纽结 对吧 离婚 这是两个环节 咱写成语得分解 分解 不能说把很多任务 不能说把很多功能 揉到一起去 这是不好的 不对的 对吧 咱这样 diverse之后 让this.gf this.gf 比如说这样 这个 他这个change的呢 change的是原始的 prepare change preparewife 行吧 然后this.prepare 咱始终走一个流程 让preparewife 变成girlfriend 然后girlfriend 再结婚 对吧 弄反了 对吧 girlfriend 弄成preparewife 一样 这么着吧 这么着吧 怪麻烦的 this.girlfriend 等于 this.prepare wife 然后 this.wife 等于gf 是不是有个流程 这样才对对吧 这样才对哈 老实在从来啊 从来从来从来 首先get married 结婚了对吧 结婚之后 查看一下媳妇是谁 谁是她 然后后来不老是离婚了 divorce 这词一定学会啊 可是你们邓子用 divorce divorce之后呢 再看她的wife 是不是没人了 因为杀了吧 杀了之后 后来痛惊思痛 对吧 打算 人生不能这样 对吧 要对得起前一个人 对吧 要彻底还她自由 再和别人结 对吧 让她彻底死心啊 然后呢 再get married 对吧 get married 再来 这回老邓点wife 这边消亡了 对吧 倒了一圈 变消亡了 对吧 然后现在呢 老邓有一看 说不行 说我现在啊 说我还得那什么 说我把这个preparewife 换一下 要重新换一个 这个那什么 重新换一个预备人选 对吧 叫什么 叫change preparewife 然后里面传一个小张 对吧 小张 传一次之后 后来老邓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寂寞难耐了 然后再diverse 再diverse 再diverse之后 再看wife 是不是又变了 又没有了 对吧 又没有之后 咱再get married 再来 再看老邓 是不是这回 媳妇变谁了 媳妇变小张 在这儿了吧 说媳妇变小张了 对吧 走过一个整体的环节之后 是不是 倒了好几个人 对吧 当然了 这个环节 给他展示出来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是不道德的 对吧 这是不道德 以后千万不能这么干 人要从一而中 对吧 行了 这是一个整体环节 操作什么的 delete 包括传餐 这些都没问题吧 都没问题吧 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 四部操作 这是一个对象的一个基本形式 有没有问题 这个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OK啊 接下来这个增山改完事了 咱们接下来看今天的最重点的一个环节之一 重点环节之一 叫对象的创建方法 去吧去吧 看这对象的创建方法 创建方法 创建 建方法 第一种创建方法 就是咱们刚才之前写的这个word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等于一个什么东西 咱们管得起一个名字啊 叫什么呢 叫ply object 会翻译吗 肯定不会 我教你啊 这个ply object翻译过来叫对象字面量 或者叫对象直接量 这词确实挺恶心的 但你需要记住啊 以后咱们数组直接量 正在表达是直接量 都是这么来叫的 都是这么来叫的 就是ply object翻译过来的 这是第一种创建方法 就是咱们刚才创建那个直接写 能懂得意思吧 直接写出来 还有第二种创建方法 以及第三种创建方法 第二种创建方法 叫构造函数创建方法 这个构造函数创建方法分两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是系统自带的构造函数 自带的构造函数 第二种是咱们自经历的 系统自带的构造函数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个object 怎么来用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系统自带的构造函数 也就是说这个object 怎么讲 它就是一个函数 函数可以执行 这样就可以执行这个函数 然而执行这个函数并没有什么用 我们想通过这个函数来产生对象的话 就是系统自带这个构造函数 什么意思 它相当于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可以批量的生产对象 能懂得意思吧 它可以批量的生产对象 它生产出的对象 每一个对象都长得完全一样 但是彼此独立 就像一个工艺品生产流程一样 每个工艺品长的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彼此间相互独立 能懂得意思吧 就是这回事 这是构造方法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构造方法 你前面加上一个new之后 new加上一个构造函数的执行 或者构造方法的执行 它就能给你返回一个真真正正的对象 那给你返回对象 肯定通过return返回的吧 返回完之后咱是不是得接收 怎么接收 你是不是拿个变量来接收 这样就能接收这个方法产生的这个对象 OK吧 这没问题 这个就是通过系统 听说这个object函数 是系统自带的构造函数 系统自带的构造函数 咱通过new加上系统自带的构造函数的执行的方式 能产生一个对象 但是这个产生对象和刚才那个对象 成了有啥区别吗 没有任何区别 它就是一样的 能懂得意思吧 就是你这么写和这么写 并没有什么区别 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个东西既然好使 我得给你讲一下 而且它对后面咱们学习的东西是有用的 能懂得意思吧 这是构造函数创建对象的一个方式 没问题吧 这个object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 你执行一次它就生产一个对象 执行一次生产一个对象 执行一次生产一个对象 并且每次执行生产对象都是一模一样 且独一无二相互独立的 能懂得意思吧 就长得一模一样 功能可能也一模一样 但是它就是俩人 能懂得意思吧 它就是俩人双胞胎 没问题吧 这是第一种构造方法 new object 其实系统给咱们提供的构造函数很多 比如说这个array 比如说这个number 它们都是系统给咱们提供的构造函数 通过它们咱们也可以构造出对象来 这个number不是原始值那个number吗 你别着急 咱们今天后半堂课会给你讲一个东西叫包装类 数字有原始值类型的数字 还有对象类型的数字 那是两码事 懂得意思吧 那是两码事 这个数据往深的探究那是很深的东西 但是数组这个东西 咱说了数组是被算一种对象 数组就是这么来new array来构建的 那以后再说 数组的事是下堂课 大下堂课 咱们花一堂课时间要探究它 这是系统自带的一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项的一个过程 没问题吧 你这通过构造函数 构造数的东西有什么用呢 就是现在 这个new object 它也不能让我加什么属性 那这个对象还有用吗 有用吗 你可以后天自己加吗 你可以这么加吗 对吧 这个双引号和单引号 它表示的意思都是字符串 无所谓 写什么都行 但是我说一下 为了更好的和这个后端去相配合 为了更好的和php相配合 咱们最好用单引号 php里面是没有双引号了 当然咱们写双引号 它能不能识别 它能识别 但得经过php转码 把双引号来转成单引号 就给它浪费一道工序 当然如果你工作的时候和你php关系不太好的话 你可以都写这双引号 都行啊 都行 然后这双引号单引号配合你们会是吧 就是我在单引号里面 我就想打印出一个双引号字符 那你就 你想打印出一个引号字符 你只能这么来 你不能写单引号 因为写单引号它就会和前面形成一个闭合 能不能识吧 这会报错了 你要非得要写一个单引号 那你建议你用一个转移字符 这叫转移字符 转移字符咱们会在最后一堂课详细去讲它 这堂课我也不多说了 转移字符也可以去转移它 这都可以 但一般就是单配双双配单 能不能识吧 单配双双配单 一般都这样 你可以这么去加属性 这么去加属性都行 就是不见得你非得在这个对象 构造出来的时候 把这个属性和方法全弄齐全了 这上也是可以的 能弄一个吧 而且我讲一个咱JavaScript语言 和其他语言的一个区别和特点 这个点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 JavaScript语言 它的对象 是所有语言里面 我觉得是最灵活 最自然的 其他语言里面的对象 怎么来生成的 比如Java C++ Java和C++ C没有 Java和C++ 它都需要一个类 通过这个类作为这个模板 来生成批档生产这个对象 咱们也有构造函 但是咱和它不同一点什么呢 同样是有模板可以生产的对象 Java和C++生产的对象是死的 就这个对象生出来之后 比如说一个人生出来之后 他们的人生出来之后 是什么样子 以后就不能变了 不能多加技能 不能多加属性 也不能减少属性 咱们JavaScript完全是灵活的 更像是一个自然的人生出来的过程 生出来之后 可以后天增加方法 后天改变方法 后天删除方法 这都是可以的 能弄一个吧 咱们才是最自然的这个对象 能弄一个吧 这么回事 如果有人问你这个区别的话 那些语言生出来的对象 就是死的 不能动就那样 能弄一个是吧 然后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 就是你通过这种方法来改 给它加什么属性 加方法 加方法是不是这么来加 对吧 在外部通过增加属性的方式 来增加一个方法的话 你只能写等号吧 你不能在这写冒号吧 冒号只是那种 大括号形式的对象里面的写法 这才能冒号的 能弄一个是吧 冒号和等号别瞎用啊 OK 这是这个构造函数 有了系统构造的函数 我们就可以定义出我们自己的构造函数 这才是重点 咱们自己的构造函数 构造对象才是重点 我们可以写出一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长什么样子呢 随便写一个 这就是一个构造函数 和你知道的函数有啥区别 你说第一点区别 说陈哥 这个名字有区别 这个名字肯定是自带的吧 错 这名字就是我乱起的 我起个ABC 它也叫构造函数 你说陈哥 首字母大写了 这是它的规定吧 小写 它也叫构造函数 那我代码都写成这样了 你说它就是啥 它就是函数吧 跟你讲 构造函数 结构上和函数 没有任何分别 听说没有任何分别 你说这呢 咱怎么能 它就能构造出对象了 它就可以 但是啊 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听说 比如说我们要一个person1 我们想通过咱们自定义的 构造函数 构造对象的话 咱们必须得介入一个操作符 和刚才那个一样 是啥 new 必须得用new操作符 new这个person 它才能构造出一个对象出来 具体 为什么加new在执行 这个听说 后面这个person 叫person的执行 它也叫person执行 就这样 这个person还会挨牌 把里面的代码走下来的 懂懂懂的 还会挨牌走下来的 那为什么加一个new之后 这个的执行 就变成了能返回一个对象了呢 这咱们一会儿来探究它 这个你先不用管 也不用多去考虑 什么来的 你不用考虑 我会讲的 会讲的 你先记住 有new的话 它就会生成一个对象 生成的对象和刚才对象有什么区别呢 基本上没区别 基本上没区别 现在这个person1 是不是已经是对象了 它是对象嘛 这个对象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属性 再看person1.name 看person1 是不是就里面有个name了 对吧 和之前那个对象基本上一样 就是这样来生成就是一个空对象吧 里面是不是啥也没有 基本上啥也没有的一个空对象 这就是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构造完之后呢 咱可以给这个person1加点什么name 加点什么其他东西 然而是其实真正用法并不是这么用 一会儿来说真正用法 我先说一下这个构造函数写法的问题 由于听我说 由于构造函数的写法和正常函数真没啥区别 对吧 咱很可能在编写的时候 咱们把函数和构造函数弄混了 甚至说给后面维护的人 是增加一些困难 对吧 增加一些不必要的困难 所以咱们在编写的时候符合一个规则 叫做构造函数 咱们在命名的时候 要严格符合大托峰式命名规则 大托峰式命名规则 原来叫小托峰式吧 小托峰式首字母 小托峰式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不需要大写 往后单词首字母需要大写对吧 大托峰式 但凡你是个单词首字母就不大写 把第一个就开始 比如说the first name 这就叫大托峰式 这样叫小托峰式 叫first name 能弄意思吧 这样叫小托峰式 大骆驼和小骆驼 大骆驼和小骆驼 所以咱们人为 听说这个是人为的 它没有什么语法规定 人为的让这个构造函数的首字母大写 叫大托峰式命名规则 所以后来你写完一个构造函数之后 你只要首字母大写 后面同时一看都不需要看什么书 是一看这个命名规则 就知道你是构造函数了 能弄意思吧 OK啊 所以咱们尽量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person 没用去吧 加信 起来 你站会儿 拿瓶水 凉会儿凉会儿 这是这个构造函数自定义的一个写法 然后呢 我说一下 这个自定义的构造函数 既然说咱们探究这个自定义了 它重要 它就不可能这么简单 什么叫自定义呢 你说一个工厂刚开始在加工这个零件的时候 肯定有一些自定义的这个预设环节 对吧 比如说这个工厂 这个构造函数 它就构造什么的呢 它是构造一个车的 构造一个车的 就来一个car 一个car 构造车 这个构造车的呀 你说车能一开始构造出来 啥都没有 给你堆铁 铁卖给你嘛 让你回去自己加工 就不可能 对吧 这工厂肯定会经历过自己的一系列加工过程 把这个东西给你基本上加工出一个雏形出来 对吧 然后让你去自己去选配 那这个工厂里面的工作就比较好玩了 我写几句 你先看看 这工厂里首先说 每一个生产出来的车 是不是都都有一个车的名字 你宝马生产出来奔驰吧 对吧 那让每一个车 让这个工厂有功能 让每一个车生产出来之后 这个名字都是这个 怎么写这句话呢 叫this.name等于 什么种东西对吧 宝马怎么写 BWM吧 BWM对吧 宝马 BMW吗 叫什么 你们记忆方式可以啊 生性啊 好好好 学会了 学会了 比如说一个车 你说所有车 一个工厂上的车 它的高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每个型号的车 可能是选配里面的中低高档不一样 对吧 有高配的 低配的 标配的 商务版 什么版的 旅行版的 但是无论什么版的 这一个车型 你宽高肯定都一样 你不是一个车型 一个车型是仨轮 一个车是四轮 对吧 不可能 宽高都一样 内饰格局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里面的 可能说一些真皮座椅 什么都不一样 对吧 那些东西不一样 类似点 那宽呢 高 一般再加一个 浪个长 对吧 长 一般比如说4米9 4米9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 还有啥 车里面那些属性 颜色 颜色一会再说 重量 这车重是不是差不多 位置对吧 位置 位置可能是1000 1000数吧 1000数 列子位置 这是一个车的标准生产流程 比如说这个工厂生产的车 每一个车都具备着四个属性 就是内部属性 Hat属性 Long属性和位置属性 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工厂生产出的一个车 Car 它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属性 来试一下 这个Car 看是不是有这个四个属性 对吧 通过这种方式 就能让这个车 拥有四个属性 这种方式 就是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听说吧 这种方式 就是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用this点的方式 this点的方式 来构造它 这个this 是不是也可以列成我 你当前执行的时候 就当前的我呗 对吧 比如这时候执行的时候 new一个Car的时候 就是我的名字 是什么 我的head 我的long 我的weight 对吧 你下次再来的时候 握一个Car1 等于newCar 这是不是通过同一个购楼函数 生产出的不同的对象 Car1和Car 是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虽然说长得一样 对吧 那Car1和Car Car是不是这样的 Car1是不是也这样的 它俩虽然说拥有同样的属性 但它俩的属性可以互通吗 我改它改吗 看Car1 Car1改一下 Car1.name 换了 换成什么呢 马上拉地行吗 Master Rachi MasterRachi CarName 梅塞德斯怎么写 MERS吧 忘了啊 这么写吧 MERS 保存刷新 让Car1对吧 Car1 刷新 Car的Name 是不是这个 Car1的Name 是不是这个 它俩各改各的 谁也没想谁吧 比如说一个工厂 一个车间 生产出的对象 他们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但是他们彼此独立的 对吧 彼此独立的 这都是不一样的 OK 这是一个车间设置对象的一个基本的模型 里面用this 这是一个特殊的语法 你就用this行了 为什么用this 咱们一会儿再说 为什么this一会儿再说 那这样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的话 那假如说 我这个车 车也有个health 有个磨损值 对吧 车的house100 然后车呢 还有个run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给这个车加方法是这么加 this等什么东西等什么东西吧 对吧 this等什么东西等什么东西 乱一个方法 乱这个方法 每一次这个乱的时候 这个车的一个健康值 它都会下降 怎么写里面 是不是还得是this 是不是还得this 你现在看看 假如说你不写this 你会写这句话吗 car 哪个car呢 大car 大的car是车间 它不代表车 车间是构造车的 你现在要这个方法是 我这个车 thehouse简介 你能表示出我的这个值吗 除了this 还能表示其他方法吗 因为你这个时候 这叫什么 这叫车间的构造流程 你这个流程有的时候 车还没出来的 你都不知道这个车是谁 所以你想通过车的名字 你给拿进来 根本就不现实 对吧 这不现实 所以这块 你是不是只能用this 对吧 只能用this 因为是车还没有的 你就只能用this来代替 代替种我 对吧 代替人生代词 this.house 简介 OK 所以现在再看 war一个car 等于一个newcar 这两句先删它 war一个car等于一个newcar newcar是123456789 一直执行到这一句 结束之后 是不是这个car就生成了 就把这个构到 把这个构到函数 从第一行执行到最后一行 才能生成出一个对象 对吧 是不是才能生成一个对象 然后car1 car1也是 通过一个newcar的方法 123456789 一直执行到这 才能生成一个new的car 对吧 这样形成一个新的car car1和car 是不是两个不同的值 对吧 两个不同的对象 像是怎么长的一样 所以car掉了乱 然后car1.house 变吗 跟你没关系 对吧 car1.house 是不是才变成99 对吧 比如说 一个工厂生产出不同的对象 这个不同的对象 通过不同的调用自己的方法 而发生了最后 这个属性上的一个不同吧 对吧 发生了一个属性上的不同 比如说 一开始一个妈生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 基本上双胞胎一模一样的 然后大儿子呢 不断地用读书的方法 比如说 我和你邓哥 都是一个妈生的 对吧 我是老大 你们邓哥老二 对吧 然后 没什么关系吧 对吧 我邓哥 你们邓哥 你们啥 我老大 你们邓哥 没啥 对吧 然后呢 我不断地用读书的方法 我就变得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聪明 对吧 变越来聪明之后 我会挣钱 挣完钱之后 黄金屋 黄金屋之后 黄金屋买盐入玉 对吧 各种就是 对吧 走上人生巅峰 对吧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你们邓哥呢 虽然说一开始长得 和我一模一样 人之处性稳善 对吧 但他呢 不断地用自己吃的方法 我也有吃的方法 但是我没有不断地用 他也不断地用自己吃的方法 长到30岁之后 肥头大耳 对吧 非常有福气 对吧 就变成一个这样的 就是本质上 两个对象 都是通过同一个出现 通过同一个车间 升升出来的 但是这两个对象 不断地用自己不同的方法 而改变自身的属性 最后是不是 长时间之后 会变得很不一样 比如说我和你邓哥 买了两辆车 我俩买的一样的 他买宝马 我也买宝马 他不断地用 在山地里面开车的方法 然后10年之后 底盘没了 对吧 我不断地用 在北京开车的方法 10年之后里面 全是雾霾 对吧 能自产雾霾 对吧 所以10年之后 10年之后 这两个车 一开始生产出的一样的 但是通过 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 是不改变自己的属性 对吧 然后这个车会变得 越来越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对象 他方法和属性的一个趋势 包括这个对象的 一个独立性的存在 OK 这是一个对象的勾搭方法 没问题吧 这么写 对吧 然后咱们再升级一下 升级一下 这里面这个this 你先记住 这个流程就得这么写 你想让这个流程里面 出现一个流程化的 一个属性或者方法 就得这么写 一会儿来说 为什么这么写 方法名和对象名 尽量别一样 这个一样的话 就得 咱们学完整个基础知识之后 现在没事 现在能写写这个名 一样的问题 因为咱们学完了 这个预变异了 对吧 方法名和变量 和这个对象名 没关系 比如说你对象名是啥 对象名是car 对吧 对象点car 就来个属性名吧 对吧 你说属性名和这个 car吗 你说这个大的和小的 大小不冲突 大小不冲突 大写和小写的是两个变量 那我一直都用大写 都用大写那不行了 都用大写那走预编异环节了 它俩是一样的 是不是预编异 就开始互相覆盖了 小写的没事 小写的没事 小写和大写不一回事 小写的没事 就是 A变量和大A变量 是两个变量 公平的吧 这两个变量 绝对不同意 但是在十年之前 这是不行的 现在是可以的 现在是可以的 来好了 加点 更鲜活的东西 加点更鲜活的东西 现在问一下问题 咱们买车都是这样的 一个车间生产上的车 它肯定有所有的共性 对吧 比如长宽高 比如重量 肯定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 这个车间是不会 帮你提前生产的 比如说这个东西的 座椅通风和防晒半价热 它是不会提前生产出来的 对吧 这个东西要根据 用户的选配 再比如说说个 不太恰当了 比如说这个车的颜色 这个车间说了 这个车的颜色 比如车主自己去选 车主自己选 车主想要什么样的颜色 那是什么样的颜色 比如说有一个东西 有一款车是 阿森马丁的万七七 你知道吗 阿森马丁的万七七 价值5000万一款跑车 全世界就77辆 这车还特别逗 有断的 不是断的 真是 万七七它生产出 只有77辆 价值5000万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车 全球先辆77个 每一个车后面都写一个标 右下角写一个标 叫万七七 不是五零融光 万七七 然后在新加坡 撞毁了一辆 撞树上的 撞稀碎稀碎的 后来网友就调侃 我帮你们买万七七八 傻了吧 这回赶着万七六了吧 所有车主赶紧上车行去改去吧 把那器扣回来换成六 因为少一辆了 变成万七六了 撞毁了一个 这个万七七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他允许车主 自己设置轮毂 知道什么轮毂吗 车骨肉 自己设置轮毂 设置完之后 就自己 就你随意DIV 你随意DIV 比如说这车主觉得 这个轮毂就应该是个十字架 就两根 对吧 这个公司就能够设置 两根的轮毂出来 并且能开 对吧 就特别厉害 就自己选配 就车间总会提供出这样 或多或少的一个功能 让用户去选配 比如这个颜色 我不给你造好 你不能说所有车主都买一样颜色 那还能买了吗 根本就买不了 对吧 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事 我这个车到了没卖成 本来那个时候 我驾照都已经弄好了 对吧 怎么弄的事情 我就不说了 算是我这眼睛没法烤 弄好弄好之后 我们几个小哥们 就研究买车 那时候确实想买车 我特别喜欢车 那时候像中 马上拉第有款车叫Gable Gable也是极鼓励的 一个小的小总裁 喜欢这个车 然后今天上半年 3月10号的时候 这个出了一款新车 Livente 然后我的两个 这个两个朋友吧 这个老大哥 一样朋友四五十岁的 他们要换车 就是路虎开地了 想换这个Livente 你一定的一长路吧 我问你啥 小兄弟让我咱一起买 能便宜点 对吧 我说行啊 我这好事啊 对吧 咱一起买 后来吧 在哈尔滨地区 就进来40辆车 这40辆车非常恶心 3月10号到3月20号 就销出去40辆车 由于这个车型非常少 少完之后呢 这个卖车 这个赛物店就非常 非常横啊 车就两种 一种纯低配 一种纯高配 颜色方向盘 最佳是什么的 都不能选 要么你就买 要么你就滚蛋 对吧 要么就买 要么滚蛋 这下大哥可以看 这能行吗 然后他俩上了上了 上意大利买去了 对吧 就把我扔去了 上意大利自己选配 选配完之后 因为意大利 它是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 都是方向盘反的 它得重新给你定制 定制亚洲版的 因为他们都 优着方向盘 你知道吗 坐过优着方向盘 我坐过一次 非常惊悚 再也不敢坐了 你时刻都感觉 这个车要创 你知道 你说你坐在驾驶位上 然后你还没有方向盘 你知道吗 非常恐怖 坐在驾驶位上 没有方向盘 非常恐怖 有点你们可以试试 然后他们去选了 这个事就是说 这个东西 用户是一定要选的 你方向盘 参数油配调红率什么的都得去选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写这个工厂 就跟那个马上拉地的工厂一样 我就给你购导书 让你爱买不买 这是不健全 对吧 那真正咱是一个对象的话 咱要保持一个生产出对象的一个火态 这个火态就是 我是一个工厂 我可以构建出大家都一样的这个东西 我也可以替你去选配 那咱们要选配 比如说现在我颜色就要选配 怎么办 我就要选配 这color就是任何一个用户 car来了 car说我红色 car一来了说我绿色 能自己先怎么办 有办法吗 能办到 咱一学过直就能办到 就这个东西可以让用户自己选 杂招 对它有可变的 哎呀多简单呢 咋着啊 晚序呢 那说一个 你同学平时怎么称呼你 这称呼你红晚序还是晚序还是小序啊 四个字我就不知道怎么念了 这个 一般仨字的 你听 邓虚明 我们管叫虚明什么的 对吧 老邓什么的 一般这么叫 那也不能管叫老邓啊 对吧 小的 不管叫小序啊 以后还按自己喜欢来叫晚序去吧 来吧 说一下吧 说一下吧 咋弄 啊 还可以选择啊 你选不就出来了吗 多简单啊 这个怎么弄 来一波帮录一下吧 电量 电量 电量在哪 在这 那咋改啊 用户怎么改这个电量 来 那谁 加庆 你没理解我意思啊 我说这 car1这块 car1可以有它自己独特的颜色 car2 car2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颜色 不用说真实的 咱们这种用户去操作 咱们用户可以操作 但输出到外部 怎么呢 通过外部的电量给的进去 参数吗 就是参数吗 这就参数 对吧 你参数这块 比如留个参数 color list are color等于color 这两名是可以重的 这无所谓 这是this里面的 对象里面的属性 这是外部变量 这无所谓的 知道吧 这重复无所谓 list are current color 这里面传一个 wide 这里面传一个 green 这不也是函数吗 函数就可以执行 都不行了 看一看 car是不是红的 car1是不是绿的了 通过参数 参数才能使一个函数发生变化 才能变成自定义的环节 对吧 有参数存在才能够这样吗 对吧 不是这样的一个环节吗 对吧 咱再模拟一个东西 比如说 写了一个student类 student 我纠正一下说法 student构造函数 因为我们 搞后端都喜欢说这个类 但它不是类 它是构造函数 student类 student类里面 student构造函数 里面有name 这个name 这个student是不是生产同学的 对吧 生产学生的吧 name能自己写吗 是不是留个口 对吧 留接口吧 在这留上name age是不是也不一样 对吧 age是不是也不一样 你们都九几年了 9697的吧 是不是size不一样 你能9596的 你能这么老吗 size 真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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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你比我大 我94的 我94的 大家行了 开玩笑 好了 咱看着啊 咱们最小的同学是99年的 99年的 侧同学啊 18呗 18呗 真18呗 真是18 真是18 那天我看到资料的时候我手都发现颤抖了都 真年轻啊 你们没到我这岁就到我这岁就知道了 你们现在才23左右对吧 还没到23周岁呢吧 到了23周岁你就看吧 你的身体的变化绝对不是说 就是你能感觉出来啊 我年轻19岁20岁那时候 两宿不会叫没什么事啊 一个小时就缓过来 睡一个小时就缓过来 现在 因为人的心脏 伸展到23岁到24周岁的时候 停止生长了 24岁开始 你的心脏在逐渐的衰退 直到你 那啥那一刻 对吧 那啥那一刻 逐渐在 消耗原来自己养成这种体能基础 所以说我经常建议你们 23岁之前 你能怎么锻炼身体 就怎么锻炼身体 23岁之后锻炼身体也有用 但是产生不了本质上的作用 那个只是在缓解 也就是你23岁的体质 就是你人生的顶峰 在23岁以后 你锻炼身体能维持住顶峰的状态 但是你要不锻炼 就会 就看你们邓哥知道吧 30岁就没办法喀条嘴那样 知道吧 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一定得注意 咱看这个student 对于这个student的类 咱通过一个高度函数生产一个对象 但这回这个生产这东西 是不是每个student都是独一无二的 除非他们的年级是一样的 剩下其他东西 咱写个一样的吧 年级吧 grade是吧 是怎么写吧 对吧 好 你终于英明了一半 2015级对吧 2015级 OK 2017级了 明天你们小学 2017 2017级的同学 入学的时候登记一个信息 每人登记信息都有名字 age 什么sex 什么入学学校什么的 等等一系列东西 他怎么登记呢 在这块是不是 一个student 等于一个new student 里面穿东西 就是说里面张三李四 对吧 张三 然后呢 18 sex male对吧 male 保存 刷新 再看这个student 他是不是就有这个student 基本特性了 有三个咱们自己选配的 有一个是 里面自定义好的 对吧 固定好的 就有选配有固定好的 就能生产这个对象 并且每一个对象 对象之间是彼此独立的 要多次过到方法 能产生多个独一无二的对象 对吧 独一无二对象 好 这是一个student 一个基本的一个函数 行了 咱们先下课一会